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地方选情持续发展,对于媒体提问外传民进党预计吸收时代力量力为林昌左洪子雍来瓦解时代力量实力执行党主席黄国昌表示这些传言非客观事实,对此一笑置之,目前这首要就是团结,专注把地方选战打好。 黄国昌经邀请时代力量新北市党部同仁召开新北图立建商中央切勿放水记者会谈及新北市政府有关建筑融积率相关议题,会后媒体问黄是否有意愿参选新北市长,且对立伟林昌左松口不排除选台北市长疑是有何看法。 黄国昌表示他是新北市选出来的立委,对于新北市的空污市政议题他们都会关心,因为这攸关到新北市年轻人面对暴涨高房价不共产被炒作起来,能牟利的只有少数人作为新北市立委关心这些不必多做连结。 他说目前他会专心在国会议员要承担的责任上,以及协助党内的优秀年轻人能进入地方县市议会并在地方扎根。 他说对于台北市的选举不具策略,党内先前决策是由林昌左分区督导,他会尊重林的意愿及想法。 媒体追问外传民进党想借由吸收林昌左,洪子雍来瓦解时代力量,欢国昌回应,今年的重点就是要团结把选战打好,这些传言并非客观事实,若去问林,洪本人会比问他还直接,且党内不好,论都对此传闻一笑置之。